2022年11月11日 据葡萄牙新闻媒体报道 近日葡萄牙卫生局 发表了多项针对呼吸道感染的病人的建议 特别是针对近期感染了新冠肺炎的人群 如果不小心 中招感染病毒了怎么办 葡萄牙卫生局仍然建议感染者在家中隔离 而且至少5天之内 都应该尽量避免与其他未感染人群接触 如若无法做到上述情况的话 最好一直戴着口罩 并且保持房间通风状态良好 现在并没有强制隔离 那么我该如何证明当前的缺勤是合理的呢 当前只有医生证明 可以表明你的确感染了新冠 而且在有条件 且在雇主允许的情况下 感染者当避免社交接触 并继续远程办公 毕竟现在已经没有强制隔离了 如果感染者必须出门该怎么办 如若感染者必须出门的话 不仅需要一直戴着口罩 也应当避开聚集密集的地方 例如公共交通工具 而且建议与他人保持一米半以上的距离 那么上述的几项建议 是否适用于感染新冠的儿童 如果是孩子感染了新冠 或其他呼吸道感染病 仅在发烧的时候待在家中休养 后续若只是咳嗽 喉咙痛或流鼻涕等轻微的症状 应当继续返校上课 那么如果大人感染了新冠 在隔离期间小孩受影响吗 不受影响 小孩应当如日常一样继续上学 而且在秋季和冬季期间 呼吸道感染病 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是较为常见的 而且多数情况下并不严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情况恶化 家长应该联系SNS24或医生 尤其是两岁以下的婴孩 点加号 点红心 点箭头